我們來看看怎麼挖地下室囉 好 那挖地下室的方式其實跟我們剛剛新增樓層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是呢 就是那個 高層不一樣 那我們來試看看如果 現在呢就是把剛剛的我們剛剛 樓層的增加出來了嘛對不對 其實你一樣就是增加就好了 好增加然後呢我們來看這裡 我就把這個改成地下室 好各位 請問 改成地下室之後他就會變地下室嗎 當然不會啊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這邊 就是 你今天進來了之後我們剛剛已經有跟各位解釋 去過了嘛 就是 一樓 這裡是0 往上蓋 250公分 好再來有一個12公分的樓地板 那我們現在呢 既然是地下室 自然就是比一樓還要低所以我就要往下 對不對 這邊我就要往下 所以說 你可以看到 樓高一定是正的 有沒有 樓的高度 負 但是呢 高層要改變 所以 你可以發現現在一樓 是0嘛 那我要在地下室是又變負的 比如說你要負250也可以 甚至要更高也OK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 一切 都有高層決定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 等於說我 地下室就是從負的250公分 開始往上蓋 當然如果你要再加上樓地板的厚度 你可以再往下 多一點 不過一般來講其實我們地下室因為 往下挖 比較貴嘛 所以通常 挖地下室的高度 不見得 會跟一般的樓層的高度一樣高 可能就會比較矮一點 我想各位你有進過地下室的通常 很多都會是這樣子 就是相對來說他的高度是比較矮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地方 記得喔 是高層喔 不是樓高喔 樓的高度一定是正的啦 就是說他需要有一個正的空間嘛 所以 我把 高層 改一下 把它改成負的 這個地方我把它改成負的 比如負250 各位有沒有發現 當我改成負的之後 他已經自動掉到下面來了 所以就是由高層來決定 我們到底是哪一個 好我現在按下確定 你可以看到我已經掉到地下室了 在這裡 好你看 下來 那我們可以找一個地方 找哪個地方呢 你可以看看 在 我們以前剛開始的時候 曾經有告訴各位 我們在這個戶外的地方 其實有兩個游泳池 這一個 跟這一個 好這兩個游泳池的話呢 基本上因為他有一個高度 所以你就不太適合就是 直接把它拿進來 那因為我們現在有了地下室 我就可以把它丟進來 你看我拿這個 把它丟到裡面來 好我放這裡好了 OK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地下室 它已經放下去了 那 你現在回到樓層裡 你就看到 真的有一個空間 是不是可以壓下去了 不過因為我們 在這裡的話呢 不好意思 你剛剛挖了250公分 不夠我們這個 游泳池的高度 因為他 還有上面 這個 梯子 對不對 所以他的高度 我記得應該是到350 還是360吧 所以 你的 深度不夠 我們就來這邊再改一下 你在這邊點兩下 我們來把他改一下 往下挖深一點 好 350-350 有 這樣有了 有沒有 你從 一個角度 拉下一點點 你就會發現他就可以看得到他挖下來的 這個 點 那 現在是比較低嘛 沒關係 各位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我們的模型有沒有一個叫做懸空高度 所以 如果你覺得這個太低了 我就可以把它升上來 OK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跟我們地板平 這樣了解嗎 好當然如果你以後要做升降的游泳池也可以 好不好 不用的時候就降下去要的時候就升上來 OKOK 好 放好放好 這樣就可以 因為呢 你有保留這空間 我們人真的可以跳到裡面去 比如說你今天 真的有個 人物啦 動物啦 好 這個人 就做到裡面來啦 好 在這邊 不過各位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放在一樓 所以他會不會掉下去 一定不會掉下去對不對 因為 我們模型本身 懸空高度最多就是到0 好那這個已經到了地面了嘛 所以我就把這個剪下來 我們把它放在地下室 就是 各位有看到他 在下面 有沒有 所以我叫他上來一點 這樣有沒有浮起來了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人站在這裡的 你自行解決 好不好 所以 你透過這個方式應該就比較清楚 我們剛剛在講的這個東西 那 當然這個大小你可以自己來調整一下 所以這樣你們家就變成有游泳池的囉 這樣會不會做地下室了 好這是 地下室最基本的概念 那 這個部分先讓大家練習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看 你甚至 地下室可貴做車道 可以喔 可以做車道 我們現在是很單純之後把 就是模型進去 游泳池進去 可是其實你下面 可以跟我們一般 上面的房子一樣 你就蓋一個空間出來 它下面 就可以挖出 那樣的一個地洞來了 OK 先給各位練習一下 好不好 我們 讓大家 動一動 先試看看喔 來 這個部分大家 這樣可以嗎 先試一下 好吧 有問題的你可以在 一樣 就是看要不要開麥克風 好吧 或者你在訊息上面直接提出來 都可以 現在大家對於剛做的沒有問題之後我們來看 如果你在地下室真的想要有一個地下室的空間 那你可以怎麼做喔 好你看 我們就到地下室這邊來 你進到這裡之後啊 其實 跟我們之前在樓上一樣就是你要有 一個 牆壁 好你有一個牆壁之後它就真的可以把那個 那個範圍的空間把它隔出來 那我們先來看看如果你的 這個 地下室想要放在這裡的 那我們就先 一樣 做一個牆壁 從這裡 好到這邊結束 好那你現在 來看一下我們下面我把往後退一點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空間跑出來了 就是你有牆壁之後它那個空間就會自動把你挖出來 先地下室 那麼你現在應該有發現一個小問題就是說 奇怪 為什麼我的 牆壁這邊好像跟它有一點距離 各位不要忘記了喔 我們剛剛在這裡 是不是250公分 對不對 可是 我們有把地下室再挖深一點 變成多少 350了 所以你的牆壁變得不夠高 所以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牆壁變高一點 那 一樣的 換完牆壁我們就回到 上面的這個箭頭 那我來 進入 自定義牆壁 把這個地方變成350 有沒有這樣就補起來了 這樣就有一個空間 好那當然這裡還是沒有地板的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把地板再加進來 這樣 就確定下面有一個地板 好 所以如果說你有需要地下室的空間 如果是密閉的你就可以這樣做 那再做一個樓梯往上爬 就可以有 就是 多一個空間可以用 好那如果你想要做車子 從旁邊走出來行不行 當然也可以囉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找一個東西 你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面啊你可以找找看 你找一個那個叫做三角形的 三角形在這裡 你找到這個 你一定覺得有點奇怪為什麼放一個三角形在這裡對不對 因為這個呢 跟我們 剛剛的那個 樓梯 很像 因為我們 記不記得樓梯碰到 地板 會打洞 這個 也是碰到地板會打洞 你看我把它丟出來 假設我車子想要從這邊出來的話我就放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洞 打出來了 對不對 但是現在這個呢 位置大小不大對 所以我先把它變大一點 我們先看一下 看看到底三角形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 有一個這樣子 它只要碰到 就是我們的 那個 地板 就會打洞 那現在這個方向應該不大對 看一下 把它旋轉一下旋轉一下 應該轉這一邊 好轉這邊 然後呢 高度 高度高度 這裡有一個高度 你看 有沒有 我把它拉上來 其實你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這樣就有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它的 特點就是碰到地板會打洞 那我只要把這個高度 調成 可以出來的高度就好 就一個斜坡的 這樣就有了 好那這個 不需要那麼大的話 就把它 縮小一點 那麼 在這邊的話呢 因為這邊還有一個牆壁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牆壁把它拿掉 我現在到這裡來 把這個牆壁 這個我先 拉開一點 把這個牆壁把它拿掉 好現在呢 你把三角形往裡面靠 只要靠到我們裡面來 它自然那個 就會弄掉 那你可以用方向鍵 有沒有 如果你覺得這樣丟的時候 因為它會自動吸附嘛 所以你可以用方向鍵做微調 這邊的洞 有沒有 就打開了 這樣車子就可以放進來啦 對不對 你就可以找找看你的車子車子 車子我們應該是 好啦 直接用找的就好了 找一個車 你要騎 三輪車 還是要 自行車 還是要卡車 慶菜 好如果你要騎腳踏車 我們就把腳踏車丟進來 各位記得喔 要丟在地下室喔 因為你要丟的是 高度上往下的嘛 那這邊你會看到一個 一個情形 什麼情形 ㄟ 這樣子我不就是變成懸空的嗎 那你想要把它放下去 我們確實有一個懸空高度往下放 我先拿上來一點好了 這裡 你如果這樣子往下放 滑 腳踏車就下去啦 你就只能這樣騎啊 那我希望能夠 真的 把它 往上騎上來的話 這樣不會有問題 這樣就騎到裡面去了 請問該怎麼辦 找位同學來問看看好不好 還是有同學知道該怎麼做的 有沒有 有沒有同學知道該怎麼做的 找個同學來問一下好了啦 這樣比較公平喔 好 這個我稍微小聲一點 正結有來嗎 好有同學說旋轉歪軸 旋轉歪軸 他怎麼旋轉 正結我先問一下好了 正結有來嗎 正結正結 聽到請回答 好沒來 OK 來 旋轉歪軸 可以直接從這邊旋轉嗎 剛剛那個 應該是 易軒嘛 對不對 易軒你要不要打開你的麥克風 可以直接用這一個嗎 這個不行 對不對 因為這樣只能 這樣轉的有沒有 這並不是我們要的軸向 易軒要不要開麥克風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怎麼做 用電腦 好所以你沒有 你沒有麥克風 好沒有關係 那 其實呢你可以這樣子 就是打開 這個模型就點兩下就可以 好那進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以前的旋轉 我們以前的旋轉 其實主要都是比較單純 就是像這樣直接旋轉這一個 那 你可以看到這裡還有一個方向 所謂易軸的旋轉 易軸的旋轉 其實就是跟各位平常用4下以打吹的那種2D的旋轉一樣 就是這樣子直接轉 好但是呢 我看一下我的 這邊沒有 我沒有拿出來 就是 我用筆來跟各位做比喻啦 這樣 我們會有一個 S軸Y軸Y軸 所以平常各位如果你是這樣子 你看著這邊的話 那這個 這樣子轉 好這樣子轉 像 我用一個 這樣好了 如果你是這樣子 這樣子轉就是2D的 2D的平常的轉法 這就是G軸 然後這裡是X軸 有沒有 就可以這樣轉 Y軸的話就是這樣轉 好這個是 簡單給各位看一下所以呢 如果你要轉 你可以試看看S軸跟Y軸 如果搞不清楚沒關係反正你可以 就是 試看看嘛 錯了就 換一下 如果你現在比如說我換 這個 好S軸90度 會不會 好像是我們要的喔 對不對 我們要的方向喔 但是只是角度太多了 那我先把它還原一下 點兩下 我們來看看 Y軸 剛剛同學說的Y軸 哇 這個是發生車禍的時候才能夠躺在這邊的 所以 錯了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 現在知道 在這裡 你要的是 S軸 而且呢 各位待會住一下 這裡 會跟我們現在 講的 有一點點不一樣 也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我們以前看到這邊都是 這四個圖示嘛 對不對 放大 水平的放大 然後這個是垂直的放大旋轉跟 旋空高度 那麼你看喔 我只要轉了 S軸或Y軸之後 你會發現 這裡變不一樣的喔 你看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變不一樣 多了一個這個 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的方向喔 就是那個角度 所以如果你發現這樣不對 沒關係 我就可以直接從這邊用這樣手動調整 是不是也可以 那就 跟 我們 之前用的不同 所以這個 模型本身它也可以有一個所謂的 S軸 Y軸 Z軸的方向旋轉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來用 那現在這樣子我再透過旋空高度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騎上來了 所以你現在回到我們的 一樓 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這邊 這裡 好往後推一點 那當然你在這個 在這裡 這個 可不可以設 像比如說薄油的材質 可以啊 你可以點兩下 我們裡面有那個 紋理 你找看看薄油的話 它應該是瀝青吧 薄油沒有 找一個瀝青 瀝有有有 這裡 找一個瀝青的瀝 這裡就有 有沒有 像這一種 看你是哪一種的瀝青 它有淺色的 也有深色的 也有這一種的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深一點的 按下去 按下去 這樣就有一個 這種感覺 好所以 這個是 還蠻有意思的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這樣 了解了 所以我們地下室 的做法 就像這樣子 重點就是 如果你是像我們放縱油用室的 它就是一個家具 它頂多就是把它自己的空間挖出來 但是如果你需要 有額外的空間的話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就是真的把 墻壁放下去 好那重點 我們還是要回歸到這邊來 就是 真正的重點在什麼 在高層 也就是你的 這個 空間是從什麼 樣的高度開始往上 好所以負的 就會在 一樓以下 那請問 地下室二樓 地下室三樓 是不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把這個再往 下 再往深一點 再減多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不好 這個部分呢 讓各位稍微 自己練習看看 這樣有問題嗎 有沒有 沒有問題的就打個愛心嗎 好吧 沒有問題就打個愛心 好真的都沒問題 好好好 原本 好 就了解一下 好 就了解一下了